音乐 这是我们问答环节的时间 我觉得很多我的客人 他们在岛上如果要考虑投资的话 我觉得他们往往很怕就是受骗 那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找一个 妥当的生意 首先我必须要很了解我客人他的需要 所以往往我有一些客人 他也许原本是想要买一个商业投资 但是我来多了解他们的时候 我才发现也许他们原本想要资讯的 并不是很适合他们 因为也许他的语言或者是时间或者是经验 并没有复合这一些要求 所以就算帮他们找了也未必会很成功 所以我首先就是必须要了解我的客人 来认识他们 然后我才可以分析说什么样的投资 就是对他们是最适合的 所以我在帮我客人找投资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投资的目标 如果它是一个生意的话 我就会向对方的经济要报表 那报表里面我们看的不只是纯粹 是看他的理论 很多时候他的开销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故事 他的一般的作业 如果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经济的话 也许可能他分别不出来 是否他的报表是做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看他的报表 来研究他的报表是非常重要 然后另外我们需要抽很多的时间 也许去他的生意考察 来了解他一般的作业存货 还有他的环境 所以这一些都是只有一个我觉得很专业的经济 才可以帮你分析的 另外就是如果觉得报表还有生意都可以的话 我会请教我的商业银行朋友帮我过目 然后很多华人是想要知道贷款可以贷多少 所以这一些我也会协助我的客户来分析 报表一般我们是需要看最好有五年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两年 我们一般就是要求对方提供五年的报表 也许有一些因素他提供不了 所以至少还是要看最后两年 才可以完全了解他的经济状况 如果他有更多可以提供的话 我们也是最好也可以分析 但是像商业银行他们也会比较注重就是这两年 另外贷款或者是评估appraisal的话 也是需要看至少两年的报表 才可以判断说他是否有贷款的能力 还有他的appraisal的价位在哪里 对所以商业贷款大部分他是需要看报表 就是这一个生意是否有足够的利润来还贷款 所以他是两个阶段的 然后另外的一部分他就是需要看买家的能力 是否他有足够的首付 甚至于像BDC 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申请者必须要有身份 但是不是每一个商业银行都会有这样子的要求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商业贷款 看是哪一行他有特别的银行专门服务不同的行业 我想说的就是商业银行贷款它其实有一点复杂 所以它并不是说一般你在TD或者是RBC 有跟他开户他就会给你一个商业的贷款 而且每一个银行他们的专业程度都不一样 所以甚至于有一些项目他都不会带的 那如果你的经济不是很了解这一些的话 你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或者手续费 结果还是办不下来 所以比如说如果我帮我的客人看的项目 找的项目是像旅馆的话 我就会找BTC或者是如果他们的项目不同 我会找不同的银行来帮他们带这个款 对所以像如果你们有看到适合的项目 然后我们刚开始就是先来研究他的报表 那在深入的一段下面的话就是必须我们要下一个offer 给对方给他谈一个价钱 等到双方都同意了一些基本的条件以后 我必须要帮我的客人来分析 所以这个行业应该是去什么样的银行申请 甚至于贷款每一个银行他的要求也不一样 然后我们去银行申请的时候 他就会列一个单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必须要提供什么样的报告给他们 然后我们会需要宽容一个时间来做这些功课 所以一般的话如果没有下offer 没有谈好一个家的话 很多像环境报告还有appraisal评估这些 我们都不会之前去完成 然后这一些的支出都是从买家这一边出来的 我觉得下offer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 然后他们需要提供最新的报表 比如说如果我们下offer是一个旅馆的话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他要提供最新的报表 因为往往贷款公司也需要这一些资料 像旅馆的话他就是需要燕屋 像地基啊屋顶这一些都很重要 然后甚至于如果他有像business license这一些的话 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市政府调查 也许你买旅馆他还有带餐厅他需要酒排这一些的话 也必须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政府那边看说他的license 是不是到期了 还有甚至于还要去税务局 来看他们是否有欠税啊 还有一些往往可能会影响买家 以后接受作业的一些条件 这一些都必须要写在合约里 另外银行贷款他本身又有他自己的条件 他也许会希望你提供一个环境报告 还有一个appraisal 那一些因为是商业 在岛上的话他需要至少可能30天到45天才可以完成 来符合商业银行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首先时间 shout office的时候这个时间至少 我觉得45天60天是合理的 如果他是一个一直在作业的生意 像一个旅馆的话 该验的如果他有equipment 就是一些器材都应该在这个时候把它验 如果他带的有地产的话 需要找专业人员来验屋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应该都是要有一个有经验的经纪 把它写得很清楚 在合约里 然后你才可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做调查 应该是以后没有开捗的 offer下了以后 另外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手持 譬如说 我觉得很多华人或者是新移民 特别是新移民对加拿大不是很熟悉的话 就是必须要按照这个合约来进行 因为如果你可能在这个时间 如果你都不愿意花钱调查 或者是你突然要改变一些 我们是讲它的一些fundamental terms 它最基本的条件的话 这一个合约往往它就没有办法保护你 因为你要改变它 所以为什么华人特别是新移民 有些时候他们买一些生意在岛上 或者是在温哥华 他们会碰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法律上的纠纷 就是因为你下了offer它是一个合约 是签了字 它在法律上是有效力的 所以你必须要按照这个合约走 不管是时间还是它里面的一些条件 那如果你有需要改变它的话 很多时候这里的法律它就不会保护你 甚至于你放的一些 deposit 押金都可能会失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有很多时候也许你考察你发现 这一个生意它带不了款 或者是它的那个appraisal 评估价钱跟你们下的那个offer差得很远 所以你可能就对它没有兴趣 或者是需要再重新来谈这一些条件 我的建议跟很多我的买家就是说 情愿花一些小钱来做这一些工作 也不要失去了大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 45天到60天做这一些调查是很重要的 甚至于有些时候实在是不符合你原本的目标 或者要求的话 你借的这些报告会把这个contract cancel 我们是说把它取消 然后你才可以拿回来你的押金 我还是建议一般就算是拿现金买生意的客人 还是做这个环境报告还有评估 因为它对你来说是多一个保障 那商业的环境报告跟评估也许便宜的话2000块 贵的话也许上万 看是什么样的投资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可能投资上百万的地产 那你花很少的一些钱来让你更深入的了解 我觉得是比较对买家有保障 甚至于如果你突然发现它是有污染 或者是那个价钱并不符合原本谈的 你甚至于可以在这个宽容的时间里面退出来 也不会有罚款的现象出现 对所以像我觉得应该是从下offer的时候 说起这个成交的时间 因为在岛上有很多的行业它是有季节性的 那一般在火热的暑假成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因为它会让买的人手忙脚乱 甚至于有些时候往往它需要有培训这一些 所以当我们看这一些投资还有下offer的时候 有经验的经济它都必须要为它的客人考虑这一些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买旅馆 它在岛上有季节性 我们这里的旺季是从大约6月到可能有些时候到10月中 那我会帮我的客人成交的时候就是错开不再这个旺季 最好就是买卖交易是在春天 然后他们三四月四五月成交 然后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来深入了解这个生意 甚至于卖家他需要培训 他可以让买家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这边的市场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不考虑这一些 只是45天到60天 等到做完这些工作然后成交的话 一般还是需要大概三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部分是因为如果他是带有资产 你可能需要成立公司来收买 这一个对你以后转卖 还有需要纳的税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可以再深入讨论关于买资产 还有买股份买公司的区别 那谢谢你收看 下一次见 大家记得扫描二维码 添加微信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